大家好 現在就是早上 2018年11月29日 8時39分早上 後面這間店已經收夠了 在行機那裡的時候 就三千一百萬賣了 現在保錡尼街18號天馬這間店 好 看看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現在早上一早的時間 八點幾鐘 很多人來人往 紅磡沒買 這裡是保錡尼街 那邊是黃埔街 你知道這群是全部在行機收緊 四個block 加上大約11萬左右的平方呎地面 旅遊巴不斷上大陸遊客 那邊是警察管理 我那時候有一間店都賣了 挺好的生意 現在都在做 再出來這一邊的時候 基本上你看一看 我告訴你 出回來這裡的時候 這個叫做什麼 基利市南路 基利市南路 那邊就全部都是棺材 就在看這間店 天馬三千一百萬 這間石棟大廈 但收夠了 將會拆了 這裡全部的店都拆了 這幾個block 我一直都有報導開 但這間店 如果你問我 一般收夠的時候 一定比市值高 即是我們接下來 都會推一個重建商店的基金 農業生田之後 過夏年我們會推到夏年年頭 專門是買一些重建概念的店 很厲害 我們有很多消息 這裏哪裏最重要 我們現在專門 那裏是中場才多些 這間店 三千一百萬 如果你問我市價這個位置 就二千多 二千多 我想可能是 Anyway 但是登記的時候資料 給你看一下 簽約日期是很久以前的 2016年12月份 2016年12月份 你記住 是世界末日的時候 2016年12月份 這個位置 如果2016年12月份 那時市況很差 我覺得可能是二千萬左右 但是收夠就是這樣 一收夠的話 起碼高五至八成 之前的時候 2002年的時候 一百五十萬元 很便宜 我想那時候內部轉讓 因為93年的時候 就一百六十二萬 那 只有一個資子 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這個收夠 總之是這個收夠 連上這個Massaline Floor 應該自動大廈 但現在全都刺了 如果你知道 前陣子的時候 恆基一直不斷收 什麼統一舊樓業權 看這個星島的報道 8月1日的時候 恆基就將基里斯南路 大規模收夠 四層舊樓 14.45億 怎樣統一業權 這樣那樣 成功統一業權 幾棟鴨類 可見樓面面積的時候 最高可以十一萬多平方尺 之後 怎樣怎樣 這大抽東西 總之會很大的地盤面積 就是這樣 之後就 拒來一路已經在收夠 只有一個資子 還有什麼地好 之前的報紙畫出來的時候 點在黃色那一點的時候 就是這個黃寶街 基里斯南路的位置 就是這間店 好了 一路轉 轉到頭都找 OK 只有一個資子 就是這樣了 恭喜買家博博收購買店 都是等收租 等家租 等星節博重建 讓他博得到 遲些我們推一個基金的時候 喜歡開聯絡我們的時候 事先subscribe 定先 我們都會等一大塊錢 專賣收夠的 謝謝